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米红 于老师好 请问现在的华裔孩子 为什么要消中文 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播者 和中华文明的继承者 不管是我们的孩子 在哪个地方长大 他们都应该把中国的语言 和中国的文化烂熟于心 那我的两个孩子呢 也都是在国外长大的 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间 我最关心的就是 他们能否把中文学好 以及能否理解中国 和理解中国文化 为此呢 我不仅是在国外 叫他们中文 而且也为他们创造机会 不断地在祖国的 山山水水之间去旅行 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 我认为当我们的孩子 长大以后 他们的舞台 是在中国和世界之间 当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 他们心中藏着世界 当他们走向世界的时候 他们又对中国无比的理解 而这个基础 就是来自于中文学习 大声 有程是透明的 有效 有效 寻じ